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倒让他很想不通 他努力抬了抬重若千军的眼皮 模模糊糊觉得抱着自己的这个人似乎不是他娘亲 发现这一点 也并未让他惊讶 因为他晓得他娘亲并不是换他小白 他记忆中 没有人叫小白 他当然更不会是小白 眼前这个人很年轻 虽瞧不太亲 却觉得是个长得很好看的男人 而且他周身的气息让他有些熟悉 他抬起手摸了摸他的脸 却没有摸到 他有些疑惑 为何自己的手突然变得那样短 短得很不寻常 难道他又是被苍蝇神军给救了 他记得他已经被他救过一次 还在他的神宫当中住过一些时日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出道观 他觉得这有点像是一个梦境 因为他不记得自己的法术高明到这等地步 他轻松地穿越石壁 见到了关押小狐狸的那出石牢 一个金光闪闪的结界包围着他 护着里头千百只小狐狸 他倒是有些细心 凤九忍不住在心底做了个评价 他想起那一日 他却是答应过会将他们救出来 他答应得极为慎重 他倒是不应该怀疑他 凤九飘出石牢 见到了几个惊慌失措的人 一望可知那是几个凡人 领头的那个人 他发现他自己居然认识他 虽然他换了药貌 但是他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以为今瞬今是再也不会遇见的那个猎户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站在他的面前 他的灵台瞬间沉浸如被九天饭雨清洗过的天空 虽这天空与外头大作的妖风很不一样 他却突然明白过来 方才一直在唤着他的声音是什么 上天这是要他报案来了 那你打算如何还 曾有一张带着笑意的脸逼逝着他 那时候 他便晓得 这个人同自己究竟会有怎样的纠缠 他记得他似乎还欠了谁一份大恩 不晓得是不是已经还清 道观已被风吹散 一片狼界当中几个捕快 提着钢刀一脸无措的立着 瞧着在风中翻滚的树枝瓦砾 有人抬手指着远处奔他们而来的一团浓烟 可紧之不舍的一道刺目金光 你既然是我的人了 以后我自然会护着你啊 凤九不晓得自己是和谁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觉得有些遗憾 他知了他那么久 不晓得 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这样喜欢他 这人说过 欠别人的就一定要还 不是在这而还 就是在那而还 他还记得有人同他说过 稍后我会用原神组他片刻 你一定要尽快离开 去找你姑姑 明明他最想找的人就是他 那个人究竟是谁 在他喉间滚动的名字 他却怎样也想不起来 想不起了也好 这样便无需心伤 凤九相是很自然的就晓得了该怎么做 毕竟他是青丘女君 派成功的帝后 他的原神勉励之起一张小小的绝戒 将那几个捕快护在当中 派成功帝后 原来他已经是他的帝后 东华 我爱你啊 是的 他是叫这个名字 他是东华帝君 是他的夫君 他追了那么久 他回身望着他时 终于晓得 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艰难跋涉 滚滚浓烟奔塌而来 他有些欣慰 也有些担忧 不晓得自己究竟能不能互助 这几个瑟瑟发抖的凡人 他是九尾狐 天生仙胎 他是青丘女君 还是太成功的帝后 这些令人羡慕的名位背后 却是沉甸甸的责任二子 他望着吞天闭玉的黑烟 张着血盆大口 终于有些明白 当日在弱水河畔 他为何想用原神驱击东黄中 他也终于明白 他为何当初执意要将他从身边退开 就在他决定要自我牺牲的这一刻 他突然读懂了他 明白了他当日心中所想 总有些事 不论他愿不愿意去做 做得快不快乐 他都必须要做 无法拒绝 不能推脱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他的心中漫过一阵佛音 十五有众生如来度者 若有众生如来度者 如来即有我 人 众生 受者 奉九的佛里刻下来学得不好 此时没头没脑想起这一句 但觉此生从未如此刻这般平静 原来 世间真的有神仙 原来 求到真的有意义 原来 小狐狸是一个神仙 不知道在他的哪个前世 他曾对他有过示范之恩 其实 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 他见到他 一颗心稳稳落了地 他终于晓得自己心底空落落的一直在等什么 心头一直平不了的一口气 突然就顺了 天地自有大美 并非一切美好都能拥之入怀 或许 他只要知晓自己该朝哪个方向眺望 此生便足够了 期盼 渴求 钟情 誓死不悔 这些情感本不属于他 滚热的浪潮在他心头涌起 瞬间便尽数褪去 空空的沙滩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看见这双眼 仿佛生命的意义竟在于此 此后便可毫无遗憾地过属于他的平凡人生 若是他能够存活下来 他在心底暗暗想到和春眷的婚事该早点办一办了 那是个好姑娘 他不该辜负他一厢情义 许多年之后 他终于开始持戒修行 才明了 自己当日在这只小狐狸的众目之下 便已经开悟 缘起缘面 聚散和离 既不会预言 亦无法追悔 他来了 他走了 你遇见 你转身 生命的长河滔滔 奔永不息 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他小小的结界 并不能阻挡那惊天害地的遇击 四海八荒流散的妖息准备了许久 为了当然不是伤害他们这几个凡人 刺目得让人昏芒的磅礴仙泽 带着毁天灭地的金光呼啸而来 若是时间可以倒流 可以停滞 可以放缓 夜捕头会听到摇摇一声惊呼 喊的是两个字 九二 如杜娟提携紫归艾明 哪怕是世间最冷漠无情的人听了 都会动容落泪 那是气创到令人心碎的声音 其实 夜捕头在此时已经因了过去 他与他的几位兄弟一起 在被吞噬殆尽的恐惧之中 彻底失了意识 他当然也看不到一道紫光破空而来 追逐这黑烟的那条光柱 竟硬生生减缓了势头 可是傍然先则已随着黑虚宅在他们身上 偏遥的洞便是一般的黑暗之中 一团蓝紫色的光芒 护着方才那点小小的银色光夜 将他们护在一方小小的天地之内 这天地外头 世界人在一寸一寸崩塌 这天地之内 却平和又安宁 仿若时光已经停住 一位男子衣袍的男子躺在地上 嘴角一丝鲜血 小狐狸蹲在他的心口 面目沉静 端言又稳重 小白 别怕 我自然会护着你的 男子抬手 却像是连这点力气都没有 生计正逊级的自他身上溜走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